由X型腳上的肌肉的機位 由X型腳的肌肉較緊 外面的肌肉比較無力 所以我們便會鍛鍊臀部的肌肉 和拉鬆大腿內側的肌肉 第一個動作其實是拉鬆大腿內側的肌肉 腳掌合起來 然後將人的力壓向大腿兩側 向前壓 就會在前面大腿內側的肌肉 感覺到拉筋的感覺 Stretching 的感覺 就不應該和自己有那種感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會鍛鍊臀部後面的肌肉 第一個動作就需要打側身份 把膝蓋都屈起來 把膝蓋碰住 把膝蓋打開 就像一個clamp shell 打開 合起來的動作 放鬆,然後再打開 合起來 這個動作就做十次 然後做三組的十次 每日大概做一次至兩次都可以 拉筋腳很多時候是臀部的肌肉太緊 令到膝蓋就向了外咬 而裡面大腿內側的肌肉就不夠力 所以導致腳形向了外 坐在椅子上面或者床邊 然後一隻腳就屈起地擺上去 然後個人就向前壓 對 就會感覺到臀部後面 就會有一些拉筋 拉筋的感覺 之後我們就要訓練 大腿內側肌肉的力量 在家裡的時候 可以拿枕頭 或者拿足球等 放在大腿內側 然後夾著它 保持大概五至十秒 也是 這個動作做十次 然後每日做三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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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 好 好 好